我第三本书很巧合 那时候女性杂志 它专门就是写世界的女性 刚好在以前我是美桥三会的 所以世界女性的高峰会议在台湾办的时候 我是因为是美桥三会的会员 所以我就有去参与 我就访问了很多影响这个世界 美国的第一位妇女运动的参与员 还有欧洲的 所以这些女性的这些影响世界的 这个女性的人权的这些人我就会访问 然后另外这个女性杂志就叫我写四大女性 那时候我就写财戒尔夫人宋美玲 还有另外就是希拉蕊 然后我还写贾桂林 这个四大女性 那刚好我写希拉蕊写完以后 我就发觉希拉蕊他是老虎型 那他的老公克林顿是孔雀型 那他们的婚姻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是孔雀我是孔雀型特质 我老公是老虎型特质 那我结婚没有多少年 可是因为我四十二十来结婚 那我又是从事教育训练业 我自己有一个理想 我想我那么晚结婚 我这个婚姻一定要经营的很好 我那时候说不然会没有面子 后来我就看了这个希拉蕊跟这个 这个克林顿 那时候因为克林顿还没有担上美国总统 我就开始研究了 那这个希拉蕊就想写到 这个克林顿第二届选州长 好失败的时候 他多难过 然后他的弟弟刚好又是酒精中毒的 他就看到他就有参与他们这个互相的疗愈 他就写到看了克林顿的那个腿上 腿背失败的时候 那就看到他多坚强 那我就想太太是老虎 先生是孔雀 那这本书就召唤我 我就写了这四篇以后就召唤我 因为我就是希望我的婚姻要成功 所以我的第三本书就刚好是 是写这些古今中外这些女性 她在婚姻上面 她们这些女性的名人 就是她的个人怎么成功的 然后那时候比较是写她的个人 怎么不会被婚姻淹没而成功 然后还做自己 勇于做自己 那那本书的目的是在这本 就像是在把那子 反正 就是 我 那 我 呢 那